等魏无羡再一次回来的时候便看到了 正在那里正惊危坐的老头 虽然那老头年纪看起来并不是很大的样子 修为也是很高的 师尊 阿呀 你回来了 这些小兔崽子就交给你了 放心 姑苏兰是由我 你尽可放心地下山历练 那如此便交给师尊了 哎 阿线 为师该如何为你挡去了 不该有的情节啊 已经走远的魏无羡 并没有听到 那个人站在原地喃喃自语的蓝若寒 凌峰镇 哎呦 客官 我们这是纯酒酿的酒啊 可香啊 上好的白玉簪子 公子可要来一支 送给心上人都是极好的 好吃又甜口的桂花酿 今日的灯会 也不知道有多少姑娘要出门了 真希望刘兄能够拐到一个好心事啊 王兄又在调笑在下了 我怎么可能和王兄一比呢 就最近这些姑娘都不怎么出门 平时都是一些媒婆上门问一问的 没有一个满意的 王兄的福气 我们可不敢比 这都是第八房窃室了 王兄又想拐个小姑娘回去了 这男人可真花心 谁说不是呢 要是我的话 我可不敢要这种男人 把这些东西都带上 就灯结 有一种习俗 凡是未婚男子 都得带上这个的 你们可以在这里逛一逛 但是不能离开我的视线 看到他手里一堆又一堆的东西 男士弟子和已经出来历练的弟子 纷纷地走了过去 一个一个地拿 戴在头上 反而显得有一些神秘感 最后一个 魏无限这毫不犹豫地 带到了自己的头上 反而有一种从山里走出来的 室外仙子的感觉 在灯光的照耀下 那种翩翩起舞的感觉 更加明显了 只是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的微风徐徐地吹过 周边的灯笼 都成了一种照应 他的一种景象 一只白玉般的手 轻轻地俯上了 那个白色的帷幔 轻轻地撩起了一脚 看着前面 已经呆愣不已的众人 缓缓地开口 发生什么事 众人这才回过神来 才惊觉自己 竟然看着一个男人看呆了 简直是有病 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 眼前的魏无限 真的很俊美 像是那种病态中 带着一种邪气的美 但是很多人都知道 魏无限的身体并不虚弱 他的身体 甚至比一般人还要好得多 可是他们却忘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反噬的反作用 会在每月十五的时候 给他一种极其痛苦的含义 有时候 甚至会伴随着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觉 就像是要生生地咬断你的骨头的感觉 喂喂喂 你们快看那个少年 一群格外激动的小姐们 纷纷地指向了魏无限的这个方向 魏无限这个时候才惊觉的 发现所有的人都看向了 自己的目光中 带着非常炙热的视线 仿佛自己是一种某种 措手可得的东西一样 但是他们却忘了 他魏无限可不是一般人 等他们再一次回过来神的时候 就发现原地本应该站着的白衣少年 此时却已经站在了房檐之上 居高临下的模样 抬眼望着下面已经乱轰的人们 他们也不知道 刚刚这个少年不是孩子吗 怎么在眨眼的时间 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难道是他们出现幻觉了吗 我在说 他们之中出了一个神仙吗 小姐小姐 我是不是见到神仙了 他他好像不见了 公子 我也好像看到 神仙了他不见了 旁边周围的那些人 都听到了这些言论的那一个 纷纷地朝着四周的方向 看了过去 但是直到他们看上 一个树的那一刻 那声飘荡的白衣 像是被牵起了 一般一直哗啦的地 飘在空气中 直到一道金红色的光芒 在一个东方的地方 亮了起来的那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都警惕了起来 朝着那棵树的方向 跑了过去 询问树上的那个人 小师叔发生什么事了 不知 先去看一下 你们几个记得书院东边的 那几个城镇的居民们 可能是妖兽出来了 听到蓝英的那一句话的那一刻 众人顿时心中一阵大惊 但同时也知道 现在不是害怕的时候 要时时警惕着 要时时刻刻守本分 现在最重要的是 疏远东边的那些城镇的居民 以免让他们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飞快地遇见飞行 朝着东边的那个方向 急速地飞行过去 东边的居民们 也发现了这道光芒 同时夜景听了起来 但是看到修仙者们 同时又迅速地放松了起来 直到一群穿着白衣的 一群人的那一刻 他们也终于放下了心 也同时跪下了膝盖 朝着他们大声地呼喊 蓝公子蓝公子 请您救救我们 你们先朝着西边的方向去 村长 你先告诉我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老夫没有记错的话是 那座山是福龙山 福龙山的话 那里应该是青 青玲珑 成长的花 像是点醒了众人的记忆一样 众人都想起了那个 毁天灭地 但是极具恐怖力量的 一条青色巨蟒一般的龙 它没有龙的玉水之力 它有一团黑色迷雾般的 鬼雾之气 但是只要触碰 那鬼雾之气的那一个 你偏要沉沉地死去 但是魏无羡的眉头 却紧紧地皱了起来 仿佛像是想起了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 心想 不应该不应该的 五百年的时间才对 这这才过了五十年 不对 你们是谁 触碰了结界 五百年的时间 不应该这才过了五十年的时间 就破开了 这 我要听实话 老先生 蓝公子 不是老夫不愿意说 而是这不是我们错的呀 前几天有着同样 和你们是世家公子的人来到这里 说是要看一看 这芙龙山的囚龙 是怎么样的一条龙 所以我们带着它便过去了之后 它便不让我们跟着 它在之后 它便匆匆地离开了 什么话 也不同我们说 那老人家细细地回想了起来 那你可还记得 那人可有着什么样的衣着 那 那是一身金黄金黄色的衣裳 中间还绣着好像是花的东西 面对眼前人的说辞 蓝鹰还是很相信 毕竟他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们 平时在乎的不是粮食 就是自个儿的性命 但同时 他们最在乎的 也是自己最亲近的家人们 竟然是蓝龄金氏 这才多久的时间便出来闹腾 简直是找死 谁也没有注意到蓝鹰眼底的冷意 如果有细心的人的话 可能会发现 它是眼底从内心深处迸发出了 哪一是觉悟仅有的 恐怕是连蓝旺鸡 也不及十分之一的呢 蓝旺鸡是 本身就带着一股寒气的那种 更甚至是自小便出现的那种冷意 是于由于周遭生活而发生的情绪所化 而魏无限则是因为被世人彻底含了心的人 即便他口头说着完全不在意世人的生死 可是他的心底还是想要保护他们 他的行动不允许他置于半分 仿佛就是一种天生的本领一样 只要他稍一迟疑 他的身体就像是被人控制了一把 随即冲出人群 保护他们 可是魏无限知道 自己是行不如星空 尽管他特别特别的 不想去保护这些无谓的人类 甚至是不知死活的世人 曾经他们那般唾弃自己 自己还不是一次又一次的去救他们 就感觉有种莫名的厌恶 明明这些人都该死的 明明他们不知道原因 却要一次又一次的污蔑自己 明明自己什么都没有做 却要承受着那么多的冤屈 魏无限叹了口气 罢了罢了 都是些无知的人 先处理眼前这糟心的事吧 魏无限身下的剑 像是听从了主人的命令 一般飞速地朝着那道光束的方向 急速地飞了过去 可是那怪龙 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 一阵畏畏缩缩的样子 灼龙 吼 静 静是你 灼龙的语气 显然是不可置信的样子 你认识在下 而面前的灼龙显然也是明白了 过来眼前的人已经不是他以前认识的那个人了 但是面前这个人的气息 依旧是他从前认识的那股气息 他显然是想很想很想要报仇的样子 但是他知道自己敌不过眼前的这个人 无论如何他哪怕是拼上了自己的性命 也不可能杀了他 就像是从前一样 认识啊 当然认识 可是如今的你不认识我 想当初 你还是呢 威猛如初的战神呢 如今不过就是一个历劫 下凡的一个凡人罢了 小孩 记住了 本座会护你周全 魏无羡显然不是很明白他的意思 但是大概能够明白 他可能是把自己认错了 把自己认成别人了 以为自己是下凡历练的神吧 灼龙 你伤及无辜百姓 已经危害大百姓们的生命危险 所以 你必须进入封印里面 小孩 如果是你的话 我愿意 小孩 不要受了委屈 不和大人说 你不要再像以前那样了 不是所有人都会理解你的苦 你要知道的 这个世界上 除了你自己 没人知道 你自己经历过什么 灼龙的这一番话 因为无限的心中 一阵又一阵纠痛 是啊 除了自己 谁能够知道自己到底 经历了什么了 哪怕是最亲的人 也不可能知道的吧 哼 他还是有点了解我的吗 不知终究还是 封印起来的 如果他是人类该有多好 还可以和他交个兄弟 以天地为气 以阴阳为和 封印 起 一阵又一阵金光 从他的身上闪耀出来 但是他的面前 却出现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法阵 而面前的那条巨龙 却隐晦地笑了笑 谁也不知道 他的笑容中 究竟隐藏着什么 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什么 封印就这些 封印就这些 封印就能够 我现在不断 我现在不断 封印就 我现在不断 这些